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主题是基督掌权 我们知道说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的神迹跟其他的事件 但是到底每一卷书为什么会有重复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他们是顺序不同而且有不同的强调的重点 其实是相同的事件 那马太福音的主旨呢是讲到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讲到君王的诞生 还有在第三章到十八章是记载着耶稣他在加利利的事工 然后其中的三四章呢证明他是弥赛亚 用许多的方法在第五到第七章呢就是登山宝训 但是呢他讲完登山宝训之后 还是有很多犹太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这位弥赛亚 他能不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改变 所以在第八章到第九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就是看到说耶稣他弥赛亚行神迹 透过这些神迹让他们知道说他就是这位大君王救世主弥赛亚 那他的权柄是在万有之上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为救主以及主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大家的周报的大纲可以看到说从这两章第八章到第九章 可以看到说弥赛亚他医治的能力 还有赶鬼的能力 还有胜过人的能力跟自然的能力 还有赦罪的能力 还有胜过传统的能力 胜过死亡黑暗的能力 还有胜过口雅的能力 还有赋予权柄的能力 其实我们可以花十个小时看这些事 但是我们不要 我们会很快的看过去 来看重点 我们要了解 就是整个这两章到底在这一卷书里面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细节的话 可以自己回家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有 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弥赛亚治病的能力 A 耶稣有能力洁净大麻风 我们来读第一到第四节 请 耶稣下了山 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 说主若肯 你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 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 你却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医生给寄师看 借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 只有一个很清楚记载 他的病 大麻风被治好的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那在马太福音中 这个相信的人呢 他这个生病的人 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好他的大麻风 有能力除掉这些病或者病菌 他称耶稣为主 那耶稣就照着律法所吩咐的三件事情叫他去做 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证明说他是神 那我们再来看B 耶稣有能力医治瘫痪病 我们读第五到十二节 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 求他说 主啊我的夫人太瘫痪病 躺在家里甚是痛苦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夫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群下 也有病病在我以下 对这些说我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夫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继续来 耶稣听见就息息 对跟同的人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到西 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向萨迪亚克 一同做起 唯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面 黑暗里去了 在那里 比较爱如切实的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那时 他的仆人救他了 在第五章 第八章 五到十三节 这边 好 这个百夫长呢 他也称耶稣为主 他很清楚 权柄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相信 耶稣有权柄跟能力 医治好他的仆人 他也相信 耶稣是可以透过 在不同的空间 然后就能够施行 这个医治 那耶稣说到 他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也没有见过 他是背景不一样 所以不管是来自 什么样背景的人呢 都可以进到天国去 那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 他在这个试炼当中 他还是有信心 那如果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呢 我们看到C 耶稣有能力医治热病 就是彼得的岳母 得了热病 那热病来说 一般生病需要退烧 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耶稣 是让他马上痊愈 他马上好了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神迹 第二大点 弥赛亚赶鬼的能力 耶稣的话语 大有权柄能力 我们来读这两节 请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使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了 毕竟是他 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 先知以赛亚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所以耶稣彰显 他有权柄 胜过撒旦的全能 就是用他的 有能力的话语 他用一句话 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所以这表明他就是弥赛亚 那在17节讲到说 这是应验经上的话 就是来自于 以赛亚书第53章 那个地方讲到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继续在第5节又讲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然后最后又讲到 我们得医治 那耶稣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的死 他的话语 是大有权柄能力的 那我们每天也都需要 用他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很清楚就是知道说 就是透过读经祷告 我们来看B 耶稣有同管魔玉的权柄 在这里讲到鬼路诸群的 这个事实故事 那鬼称呼耶稣是神的儿子 也就是神 他们要求耶稣打发 他们进到诸群去 所以耶稣就说去吧 鬼就出来 在32节 第三大点 弥赛亚胜过人的能力 那在这几节里面 我们看到 君王耶稣 他对三种人有权柄 他要 人跟从他 或者那些 不是真正要跟从他的人 有错误动机的人 不要跟随他 第一点 就是耶稣吩咐门徒跟从他 我们来读这几节 请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 对他说 夫子 你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说 主啊 容我先去 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所以第一个人 是一个犹太教的文士 他对耶稣说 他要跟随耶稣 但是他并不是真的 真的想要跟随耶稣 那耶稣反而是跟他说 人子 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如果这个文士 想要跟随耶稣的话 他必须要跟耶稣一样 过着那样的生活 那人子在这一卷书里面 出现了29次 也就是表明耶稣 他是弥赛亚 那第二个人 就是第二种人 就是在21节讲到说 又有一个门徒 他的父亲还活着 但是他要在他父亲 过世之后 他才愿意跟随主 那个时候他就可以 继承产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他爱这个世界 胜过于爱主耶稣 但是今天也是有很多的门徒 也是一样 不要违背父母的心意 不愿意跟从主 或者是喜欢跟神 推托 但是耶稣吩咐 门徒要听他的话 就像在我们的经文 刚才读的经文 讲到说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手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 首先附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希望我们都是 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B 耶稣分布税吏 跟从他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马太 坐在碎关上 耶稣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所以耶稣是身为君王 他有权柄 拣选他的门徒 他也有权柄在 罗马的政府官之上 那马太的反应就是 一受到呼召 就放下他的身段 放下一切跟从了主 希望我们也是跟他一样 接着第四大典 弥赛亚胜过自然的能力 我们来读这几节 请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突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主啊救我们 我们上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 赐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所以耶稣的门徒 跟他朝夕相处 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 那这些渔夫 他们以为快要上命了 但是耶稣却救了他们 那一般的暴风雨的平息 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平息 但是这一次是突然的平息 那这些渔夫他们 应该也见过许多的暴风雨 但是不像这一次这么样的神奇 所以他们都很稀奇 所以耶稣对大自然 跟一切的创造 有权柄 那我们也不要自以为 我们可以胜过人生的风浪 我们必须要向耶稣求助 他能够救我们 他也能够很快的平息 我们所面临的风浪 那我们有信心的人知道 他一直在我们的船上 我们不用担心 第五大点 弥赛亚赦罪的能力 我们来读第九章一到八节 请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 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人用路子抬着一个摊子 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智放心吧 你的罪色了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 这人所请问的话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 就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或说你的罪色了 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回家去了 众人看见都惊奇 就归荣耀与神 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好像要说你的罪色了 比起说你起来行走容易 因为人看不到 罪有没有得赦免 但是其实这两样都不容易 那耶稣是神 只有他能够 只有神能够赦免罪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神 所以他跟这个摊子说 你的罪得色了 然后摊子就起来行走 所以他有能力 医治 也有能力赦罪 他也能够赦免 我们每个人的罪 那有时候 为什么基督徒会生病 是因为神管教他的儿女 基督徒必须要 回到神的面前 他会饶恕 并且医治我们 但是另外的状况是 生病并不是因为犯罪 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第六大典 弥赛亚胜过传统的能力 在这个地方 就是马太受到呼召了 但是他就是宴客 邀请了他的同侪 跟耶稣吃饭 但是法利赛人看见就 在抱怨 那在第十三节的地方 耶稣说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但是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不认为他们是罪人 也就是有病的人 有属灵疾病的人 他们并没有要 耶稣医治他们 即使他们是有连续 他们有献上记忆 但是他们 我讲错了 他们即使献上记忆 但是他们不连续人 那耶稣来本是要招罪人 他喜爱连续 有属灵疾病的 要医治有属灵疾病的人 那接着 就是约翰 诗经约翰的门徒来 请教耶稣 那耶稣告诉他们说 在第十六节说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十七节说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那实际约翰来是要呼召人悔改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说 耶稣他来 告诉他们说 他来是要带领人 犹太人脱离律法 跟法利赛人的传统 传统 而且他当时已经这么做了 所以他有胜过传统的能力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是应该要放弃一些不好的传统 不管是华人文化的 或者是在其他宗教中不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都要放弃 反而是接受真神上帝的给我们的新生命 第七点 弥赛亚胜过死亡的能力 我们来读这两节 请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个广会堂的来拜他 说 我女儿刚才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必活了 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 门徒也跟了去 好 所以 这是一个事情 但是在这个事情的 故事继续发展当中 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肉 她有信心 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她 就去摸耶稣的伊萨 那其他的福音书有讲到说 她快要死了 但是马太 就是她那个女儿 广会堂的 但是马太福音有省略 那路加呢 却记载这个广会堂的女儿是十二岁 但是同时 这个患血肉的女人呢 她也是十二 有十二年的时间 那我们看到 广会堂的人 她应该是有信心 才对她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继续来读 后来发生的事情 来 耶稣到了广会堂的家里 看见又催手 又有人 很多人转让 就说 退去吧 这闺女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吃笑她 众人既被拈出 耶稣就进去 拉着闺女的手 闺女变起来 是这风生传天的那地方 所以对耶稣来说 这个闺女的死 只是睡着了 然后她 把她叫醒 耶稣 有能力胜过死亡 她是赐生命的主 复活也在于她 那我们知道 今天没有人能够行这样子的神迹 但是我们 有一天 每一个相信的人都会 得到复活的荣耀的身体 第八点 弥赛亚胜过黑暗的能力 在这个地方 讲到说两个虾子 他们知道耶稣 弥赛亚的背景 他们相信 他的神性 并且称他为主 那耶稣可怜他们 也医治他们 让他们重见光明 所以耶稣是胜过黑暗 他来主要是让人 获得属灵的光明 那我们知道 我们都不是虾子 但是却都曾经是 属灵的虾子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 在我们当中 如果还没有 在属灵当中 重见光明的话 我们是必须要相信 耶稣的能力 他能够帮助我们 重见光明 第九点 弥赛亚胜过口哑的能力 我们来读这几节 请 他们出去的时候 有人将鬼所复的一个亚巴 带到耶稣跟前来 鬼被赶出去 亚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说 在以色列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法利赛人却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所以鬼 把死人失去说话的能力 但是耶稣有能力 赶出亚巴鬼 众人都稀奇 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但是法利赛人 他们却不相信 耶稣 他是用什么能力赶鬼 他们认为 耶稣是用撒旦的能力赶鬼 那今天 耶稣还是要赶鬼 他要我们透过祷告赶鬼 但是或许我们绝大部分人的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我们却有很多的思想 是被这个世界的神所影响伤害的 那耶稣也可以帮助我们挪去 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不属于神的思想 另外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开口的传讲 大胆开口传讲神的福音 第十点 尼赛亚赋予权柄的能力 耶稣有权柄 吩咐门徒祷告 我们来读这几节 请 耶稣所见各城各厢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耶稣 医治各样的病症 也吸引了许多的人 那耶稣看见他们 就怜悯他们 因着他们被宗教领袖的伤害 也没有牧人 那我们看到耶稣 他有权柄在门徒之上 也吩咐他们 要为着传福音的工人的差遣来祷告 在第十章 耶稣又继续讲到 这里又继续讲到说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他也有权柄在我们之上 他要我们为 打发工人的这个事情来祷告 那这也提醒我们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百夫长 他知道权柄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祷告 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 我们很熟悉的 就记载了大使命 讲到说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敬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耶稣 给了权柄 他吩咐门徒 要使别人做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主旨是 我们要接受耶稣为救主和主 那在第八章到第九章中 记载了耶稣的神迹 这些神迹 证明耶稣是这位大君王弥赛亚 那我们看到了各样的人 一个是百夫长 是军事领袖 还有广会堂的 还有一个文士 是宗教领袖 还有马太 是罗马的政府官员 还有门徒 彼得的岳母 瘫子 亚巴 还有长大麻疯的 那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都面临 他们个人的生命当中的 不同的情况 有人是遇到风浪 有些人是健健康康的 有些人是生病的 有人是死的 有的是得了各样的病症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讲到信心的问题 在这里面提到了 耶稣的能力跟权柄 在一切的人之上 但是信心 有些人是没有信心 有些人是有信心的 没有信心的人 包括文士 他说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从你 他不是真正想要跟随耶稣的 以及贪子 被医治 那文士 对于那件事情 文士他们说 这人是说潜望的话了 还有鬼路诸群的事情 他们整成的人都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还有 管会堂的家里 那些人他们就是很吵乱 他们对耶稣都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信心的人 包括有用信心这个字 以及没有用信心这个字的 首先看到有提到这个字的讲到 说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见过 另外就是门徒们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笑 他们胆怯 还有就是贪子的朋友 他们抬着贪子去到耶稣面前 他们是对耶稣是有信心的 以及换十二年血肉的妇人 他也是对耶稣有信心的 还有两个瞎子 他们也相信耶稣 他们也对耶稣有信心 另外就是没有用信心这个字 但是这些人也是有信心 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 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还有马太 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他就跟从了耶稣 另外一些人的信心 就是他们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还有管会堂的 他说 求你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必活了 所以我们又看到 我们的大纲的 里面的这些东西 就是讲到耶稣有能力胜过 身体跟属灵的疾病 那我们是不是有面临 疾病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去到耶稣他那里 接着祷告 第二 就是讲到 耶稣有赶鬼的能力 那我们是不是 有面临生命的问题呢 耶稣的话语 圣经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以及第三点 我们看到 耶稣胜过人的能力 他是大君王弥赛亚 大能的君王 没有一位总理或者总统 能够像他一样 那我们看到 或许我们在工作上 遇到人的问题 我们其实可以 跟随耶稣 以及第四点 弥赛亚胜过自然的能力 或许我们被我们的环境 的情况所吞没 但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 第五 弥赛亚赦罪的能力 他有能力 医治也有能力赦罪 或许我们有属灵的问题 我们可以转向他 以及第六点 耶稣胜过传统的能力 或许我们在信仰上 有传统的包袱 但是我们却可以 接受耶稣 以及第七点 弥赛亚胜过死亡的能力 或许我们 面对死亡的威胁 或者是恐惧 阴霾 或者是哀伤 但是我们要继续的相信他 第八点 耶稣胜过黑暗的能力 他来主要是为了要解决属灵的问题 属灵瞎眼的疾病 或许我们在属灵上面 看不到光 或者是我们的焦距 有对焦的问题 而我们是应该要相信他 另外一个 就是弥赛亚胜过口雅的能力 或许我们有属灵口雅的问题 不敢传福音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能力 能够开口 耶稣也吩咐我们 为传福音的事情来祷告 求主拆派工人 他有这样的权柄 叫我们做这样的事 我们应该 不只在这件事情上 顺服他 也应该在生活当中 凡事让耶稣居首位 那我们知道说耶稣他 我们主题讲到说耶稣他是 掌权 但是他来到地上 他要掌权 但是他被拒绝 他死了之后 三天之后 复活之后 复活之后升天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再来回到 这个地上来建立他的一千年的弥赛亚国度 在当中掌权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应该要对他有信心 也相信有一天他 我们要跟他一同来到地上 跟他掌权 所以 主要的就是讲到说 问题是我们 有没有像这两章里面这些人一样 顺服他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倚靠他的能力 希望我们都有 我们请赖弟兄带领我们 结束祷告